欢迎来到我们的美国简报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刘英子 首先 我们来看看中国和菲律宾在南海二汤马斯交补给协议上的争议 菲律宾声称已经达成协议 但中国随后增加了三个条件 包括拖走老旧的BRP Sierra Madre 这引发了马尼拉的不满 观察家认为 这是两国管理海上危机的一种尝试 接下来 民主党宣布了一个新的虚拟提名过程 用以选出接替拜登的总统候选人 这个过程将于8月7日前结束 候选人需要获得来自不同州的300名选举代表的签名 电子投票可能在8月1日完成 如果有多余一名候选人符合资格 投票日期可能会延后 最后 我们来看看一场由黑女性组织的Zone通话 超过4.4万人参与 为贺锦丽的竞选活动筹集了超过150万美元 这场通话吸引了许多名人和政治人物 参与者们形容这像是教会 家庭聚会或是线上集会 充满了支持和团结的气氛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南华早报报道 中国和菲律宾在第二托马斯交补给协议上出现分歧 北京敦促马尼拉旅行承诺 双方在达成协议后几小时内就关键条款展开争议 中国要求菲律宾撤走搁浅的BRPCRM号军舰 提前通知并接受现场核查 且补给物资中不得含有建筑材料 菲律宾则否认同意这些条件 强调协议是在不损害国家立场的前提下通过磋商达成的 观察家认为 这一协议可能是未了管控海上危机 但双方的立场依然坚定 北京方面曾多次指责菲律宾违反协议 并加强了阻止菲律宾补给任务的措施 包括使用水炮 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捷克·沙利文表示 美国将支持菲律宾的补给任务 《华盛顿邮报》报道 民主党领导人周一提出了一个新的程序 通过虚拟方式选出取代总统拜登的总统候选人 这一过程将在8月7日之前结束 比下个月在芝加哥举行的提名大会提前 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杰米·哈里森 和规则委员会联合主席米尼雍·摩尔 在备忘录中提到 这一虚拟过程将对任何能够获得 300名当选代表签名的候选人开放 副总统哈里斯已获得拜登的支持 并接管了拜登的竞选机构 候选人需要在8月7日之前完成电子投票 副总统候选人可能在此日期之前或之后选出 党内官员表示 超级代表的投票将不计入第一轮投票 除非明确一名候选人获得多数承诺代表的支持 《华盛顿邮报》还报道 在拜登宣布退出竞选后 由黑人女性领导的纵会议 动员了4万4千人支持哈里斯 并在三小时内为她的竞选 筹集了超过150万美元 这次纵会议 由与黑人女性共赢组织的创始人乔塔卡 一笛组织 吸引了多位名人和政治人物参与 与会者表示 这次会议感觉像教堂 家庭聚会或是疫情高峰期的在线聚会 一笛表示 这次会议是多年来黑人女性努力的结晶 也是对他们牺牲的致敬 马丁 路德金的小女儿 伯尼斯 金 众议员马克新 沃特斯和前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代理主席 唐纳 布拉奇尔等人也在会议上发言 参加者还包括哈里斯所属的黑人姐妹会成员 这次会议展示了黑人女性的集体力量 他们计划在未来几个月内全力支持哈里斯的竞选活动 美联社报道 民主党计划在下个月的芝加哥大会前进行虚拟投票 选出总统候选人 副总统卡玛拉 哈里斯目前是最有可能的候选人 因为现任总统乔拜登已经宣布放弃连任 大会规则委员会将在周三批准虚拟投票的具体操作方案 预计整个过程将在8月7日前完成 拜登宣布退出竞选后 哈里斯迅速获得了数百名民主党议员、州长和强大工会的支持 尽管拜登的退出引发了对他竞选能力的质疑 但民主党承诺将以快速而公平的方式完成提名过程 在另一则美联社的报道中 联邦官员正在调查一架西南航空的飞机在佛罗里达州飞行时低至150英尺、约45米的事件 当时飞机距离预定降落地点、坦帕机场还有约5英里、约8公里 最终转而降落在200英里、约320公里外的劳德戴尔堡 类似的低飞事件在上个月也曾发生在俄克拉和马城 西南航空表示正在与联邦航空管理局联系 以了解和解决任何不规则情况 此前 西南航空的航班还曾在夏威夷海岸附近急剧下降 距离海面仅400英尺、约120米 美联社报道 联邦检察官指控前新奥尔良警察杰弗里、瓦皮隐瞒与市长拉脱亚、坎特雷尔的恋情 并在他们一起出国旅行 在餐馆和市政府拥有的法属区公寓共度式光时、虚报公时 瓦皮被控电信诈骗和作伪证 他的律师声称他是无辜的 坎特雷尔未被指控 但他在声明中拒绝发表评论 起诉书还指控瓦皮在2023年5月或6月 试图影响新奥尔良警察局的临时局长为他洗清罪名 但未成功 瓦皮的律师表示 他期待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并澄清自己的名誉 Yahoo US报道 朝鲜官方媒体周二批评美国的选举 并对未来对话的希望表示怀疑 无论11月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如何 朝鲜中央通讯社KCNA发表的一篇文章称 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的政治气候因内斗而混乱 不会改变 文章还提到 前美国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最近在密尔沃基的共和党全国大会上炫耀他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关系 称与拥有大量核武器的人相处很好 虽然承认特朗普在2017至2021年总统任期内努力建立关系 但文章指出没有带来实质性的积极变化 与此同时 美国和韩国对俄罗斯与朝鲜之间日益加深的军事合作表示担忧 指责他们违反国际法进行武器交易 周一 俄罗斯联邦最高检察院代表团抵达平壤 这是两国关系日益密切的最新迹象 美联社报道 尽管埃隆、马斯克支持唐纳德、特朗普竞选总统 但X平台仍然是民主党人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 上周 拜登团队使用马斯克的社交媒体平台X宣布他结束连任竞选 这表明该平台在政治和媒体界的重要性 虽然Meta的Facebook和Instagram以及TikTok拥有更多用户 但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 大多数X用户表示他们使用该平台是为了跟踪新闻 X的CEO琳达·亚卡里诺在周日发布的拜登公告截图中写道 X是历史发生的地方 尽管该平台在马斯克接手后变得不那么可靠 许多政策被颠覆 但它仍然是政治新闻的首选 马斯克不仅恢复了背景账户 还试图通过X影响全球的政治话语 尽管广告商因反游和仇恨内容停止在X上投放广告 但政治活动仍然需要在X上与选民见面 南华早报报道 香港商界领袖希望柬埔寨的新领导人 能带来更积极的优惠政策 成为越南以外的替代制造基地 中国制造商协会会长罗锦荣表示 许多买家要求采用中国产品加一策略 将投资分散到其他地方 以增强供应链韧性并减少中美贸易战带来的风险 香港特首李家超将带领一个代表团 前往柬埔寨、老挝和越南探索商机 柬埔寨新总理洪马内受过西点军校训练 接替其父亲洪森的职位 致力于减少对纺织业的依赖 引入新的外资、推动绿色和数字经济 尽管柬埔寨的基础设施和技术工人供应 与越南相比仍有差距 但这种差距在中国的帮助下正在缩小 红马内希望与世界各国建立更紧密的联系 采取更开放的政策 吸引国际商业界的兴趣 美联社报道 爱荷华州达文波特市的北公园购物中心周一 发生枪击事件 斯科特县警长蒂姆·莱恩证实了这一消息 但尚未透露是否有人受伤或被拘留 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视频显示 警察和医护人员聚集在购物中心外 18岁的杰森、西格纳和伊莎贝尔·奥尔蒂斯 告诉Core City Times 他们在购物中心内听到三声枪响 喊叫声和人们奔跑的声音 随后他们也迅速逃离现场 美联社报道 由硅谷支持的加州新城市计划 将不会出现在11月的选票上 这项计划旨在在旧金山湾区 建设一个容纳40万人的绿色城市 但索拉诺县上周发布的一份报告 质疑该项目的财务可行性 认为其可能给县带来巨大的财政赤字 并影响农业生产和水资源 项目组织者决定撤回该措施 并计划在两年后重新提交 加州永远组织表示 他们将在未来两年与县政府合作 进行环境影响报告和开发协议 索拉诺县监督委员会主席米奇 马什伯恩表示 延迟投票将为更多利益相关者 提供重新审视计划的机会 雅虎美国报道 伊利诺伊州警方发布了一段视频 显示一名警长副手在本月初 在一名黑人妇女家中开枪 致其死亡的细节 涉事警官肖恩·格雷森 被控三级谋杀罪 加重电池罪和官方不当行为罪 总统拜登在声明中呼吁国会通过 以乔治·弗洛伊德命名的警察改革法案 视频显示 36岁的索尼亚 马希在厨房里应警官要求 一开一锅废水 随后格雷森威胁要向他开枪 在他道歉并开始蹲下时 格雷森开了三枪 民权律师本·克伦普表示 视频显示 马希既没有言语威胁 也没有向警官移动 认为警官的致命武力使用不合理 格雷森目前被拘留 等待8月26日的下次开庭 南华早报报道 亨特·拜登撤回了对福克斯新闻的诉讼 指控该媒体在流媒体系列节目中 非法发布他的裸露图片 拜登的律师在纽约市联邦法院提交了一份自愿撤诉通知 距离诉讼提交仅三周 诉讼涉及在2022年福克斯国家流媒体服务上 首播的亨特·拜登的审判节目 该节目展示了亨特的裸照和性行为图片 诉讼称 这些未经同意传播的亲密图片 违反了纽约的报复色情法律 福克斯新闻在诉讼提交时 称其为完全出于政治动机且毫无根据 节目在4月底被从福克斯国家流媒体平台上移除 撤诉通知提交的当天 拜登总统宣布退出2024年总统竞选 改变了选举局势 雅虎美国报道 周一在国会山举行的激烈听证会后 众议院监督和问责委员会的两党议员 罕见的一致呼吁特勤局局长金伯利 齐特尔辞职 议员们对齐特尔在听证会上缺乏具体回答 表示强烈不满 特别是关于7月13日 特朗普在宾夕法尼亚州集会上遭遇的暗杀未遂事件 齐特尔在开场陈述中承认 这是特勤局几十年来最重大的操作失误 在四个半小时的听证会上 齐特尔多次表示 无法回答有关安全失误的具体问题 他还提到 特勤局的内部调查将在60天内完成 但这时间表被民主党议员亚历山大 奥卡西奥·科尔特斯称为不可接受 齐特尔还表示 特勤局已经在采取行动加强安全措施 但他拒绝透露集会上有多少特工在场 他还没有亲自访问过集会现场 这也引发了共和党议员的批评 雅虎美国还报道 铁纳西州共和党议员蒂姆·博切特 在社交媒体上称 卡玛拉·哈里斯为多样性 公平和包容DEI副总统 并批评媒体 支持拜登总统三年后抛弃他 转而支持哈里斯 博切特在接受CNN采访时称 拜登在2020年竞选期间表示 将选择一名黑人女性 作为副总统候选人 拜登在2020年3月的民主党辩论中 确实表示会选择一名女性搭档 但并未提及种族或民族 博切特还在一次听证会上 对特勤局局长齐特尔 使用了DEI攻击线 称她是DEI恐怖故事 哈里斯是美国首位女性 和黑人副总统 她的背景包括 担任就金山地区检察官 加州总检察长和美国参议员 博切特的言论 反映了保守派对 DEI项目的广泛批评 认为这些项目导致了 从波音飞机问题 到巴尔迪摩桥梁坍塌等灾难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 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 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 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DP-LGSTAT 热死 载全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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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